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谭松韵这回机场造型真时髦,条纹T恤配阔腿裤,简单洋气又好看。 条纹的T恤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在日常出行时比较喜欢使用到的单品,加入了黑白这种横条纹还是比较受欢迎的。 毕竟黑白配色是很经典的颜色,上身穿上了一件黑白条纹的T恤,下身则穿上了一条直筒的阔腿裤。 谭松韵上下两件单品都以黑色为主色,组合在一起还是能够显示出一份休闲和随性质感的。 她穿上了一双蓝色的平底鞋,她的个子不算太高,这样的搭配组合显得她比较小巧温柔。 她还戴上了一顶余肤帽,收拢住了她的绣发娃娃脸份外可爱。 谭松韵这回机场造型真时髦,条纹T恤配阔腿裤,简单洋气又好看。 上身穿上了一件带有条纹元素的黑白T恤。 使用这种配色是比较经典大气的,利用这种横条纹容易横向把整个人拉宽许多。 如果想要达到显瘦的目的的话,最好是选择竖条纹,使用一个圆领,同时将颈部线条展露出来。 露出颈线方便显示出较好的精神面貌。 谭松韵这件T恤的版型也是比较宽松的,显得她整个人非常可爱。 宽松的版型还给她的身体留下了一个较为舒适的触感。 将腰线抬升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,虽然谭松韵没有穿连伸的单品,但是在运用这样的组合时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一点。 她将阔腿裤拉高了很多,对腰腹部分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束缚。 谭松韵的个子是偏矮的。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帮助她调整一下身材比例,会显得上身短下身长,从而更显腿长,建议大家也要多多尝试这一点。 下身穿上了一条黑色的阔腿裤,呈现出一个直筒,笼罩住了谭松韵的双腿,显得她的腿部又长,将裤腿卷起来了一部分。 还是将纤细的小腿展露在外了。 在使用这种宽大的裤腿时,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,它有矫正腿形的作用。 如果对自己的双腿不是很自信的话,同样可以使用这种裤形。 她还能有效地将身上的坠肉隐藏起来。 穿上了一双蓝色的平底鞋,由于鞋底稍微厚一点,所以将它整个人垫高了许多。 使用了一个圆润的鞋头笼罩住了双脚。 在步行的时候让双腿得到了格外的放松。 加入细带设计,更偏休闲和随性之感。 由于谭松韵使用到的其他单品颜色都比较暗。 所以加入这种稍微亮眼一点的颜色是很有必要的,能够轻松地将整套搭配提亮许多。 戴上一顶黑色的渔肤帽,显得脸更小了,对额头稍作遮挡,顺便将谭松韵的绣发全部收拢住。 她戴上了一副眼镜。 同样修饰了一下脸型。 她本身就长了一张娃娃脸,十分可爱。 利用这种宽大的帽颜。 能够加深这份可爱的感觉,但是不要压得过低,以免遮挡住脸部。 上身穿上了一件带有印花图案的拼接式上衣,在胸口部分设置上了颇具趣味性的点缀,非常吸引眼球。 把它半扎入下身的半身裙当中,这条半身裙同样运用了拼色设计,在上面还加入了很多条纹装饰。 进一步显示出了美感,配上了一双小白鞋,显示出了优雅大气。 宽松款式的白色连衣裙袖口部分加上了衣排点缀,融入了这种镂空,显得它的设计没有那么单调。 下摆上面有很多刺绣的花朵图案。 运用这种宽松款的裙摆来收拢住双腿,展现出来的效果更出色。 白色的衬衫以纯色设计为主,设计的还是比较简约大方的。 弹松蕴夏身穿上了一条淡黄色的阔腿裤。 这样的搭显得它的双腿又长又直。 它还扎起了一个双马尾,让整个人看上去十分可爱。 220分钟